换个焦点 边境安全机构正式改制 内阁决定将这个集结不同人员的机构编入警队 直接听命于全国警察总长 说到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多哈密 早前爆料至 警队内有年轻的警官团伙想要推翻他 内政部长拿多斯里韩扎在努丁证实 已经要求他提交完整的报告 并向警察服务委员会投报 内政部长韩扎在努丁 今天在霹雳仪宝出席部门活动后证实 目前隶属内政部管辖的边境安全机构 将会编入警队、国内安全及公共秩序部 以强化架构 内政部已经通知警方 重新编制边境安全机构人员 警队一个阿多哈密前天受访时 宣称内部有一批结党营私 企图掌控警队的年轻警官 想要推翻他 部长昨天已经表明 阿多哈密之前不曾向他汇报这些问题 如今再次要求对方向警察服务委员会投报 警察服务委员 另外针对出兵队伍展示三六私会党标志 五名出席者随后遭警方逮捕 部长解释 当局觉得如果在丧礼期间旧行动不太恰当 民众也会认为警队太残忍 所以决定在仪式结束后才抓人 绝对不是玩忽职守放任不管 他还认为在网上大发舆论的人 通常都是不喜欢政府 至于沉默的人都是支持政府的